昨天下午花莲发生了无照驾驶的车祸 名将花莲立委候选张美慧竞选小货车就在街口与脚踏车碰撞 女学士重伤倒地 然而小货车驾驶竟然是没有驾轿就开车上路 张美慧已经竞选团队人员第一时间前往关心 承诺会负起后续的医疗赔偿 接着记清楚拍下富人骑脚踏车经过路口 蓝色小货车在路口左转跟脚踏车发生碰撞 货车随即停了下来但骑车富人就没这么幸运 脚踏车就卡在货车底下 富人倒地被压在自行车下 救护人员赶抵现场将他救出 不过人已经陷入昏迷 车上物品散落一地 远景追查发现肇事小货车司机竟然是无照驾驶 小货车驾驶持有实续驾照 双方均无酒精反应 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人属无照驾驶 本分局依规定自单 原来小货车是民进党花莲立委候选人张美慧的 28号下午4点多 小货车上载着好几辆竞选用的脚踏车 经过花莲市国富二街跟国富十街口 转弯过程中发生意外 候选人跟团队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 以前往医院来探视伤者及家属 那针对蔬师的部分当场也跟家属来致歉 那并承诺后续的这个医疗及赔偿事宜 由竞选总部来全权负责 富人住院接受治疗意外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张美慧以及竞选团队人员也都亲自前往探视 也对蔬师表达歉意 眼前只希望伤者能够早日康复 记者中文报道